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夸张的事就在访问当下 又遇到跟影片一模一样状况 地人在台北市北投道香路 记者实际直击 不少车辆 七级车都违规闯红灯 连行人走在斑马县都被忽视 闲向还生 不举发理由曝光 闯红灯的检举 警方回复未拍摄该车形象 行车耗制 也就是应该从车辆后方 拍到驾驶视角的红绿灯 举发孔有争议 离让行人检举明明是第一视角拍摄 超过两个礼拜迟迟没有结果 行人定誉不被就视 没有看到他自己的 在行穿线上面的位置 所以这个上面是一个想象空间比较大 第一时间在这个车辆超越停止线的时候 是没有看到耗制的画面 所以因为是构成要件未明确的部分 所以我们没办法进行认定举发 我觉得你不应该 因为这个可能是百分之一 或千分之一的可能性 然后来觉得我们检举人是故意的 然后而去忽略了这种可能违规的 而造成行人实际损害 根据规定监视器无法当作开法依据 因此得靠检举人提供的影像 警方强调罚单构成要件 首先要证明是行人视角 也要看得出车与人距离三根枕目以内 并拍下违规车牌 但对用户人来说 如果带着小孩过马路 冒着危险也只有几秒钟搜证 法规死板 难怪引发争议 华视新闻教授张道勇 还有罗 晚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玲世界晚报 给您崭新誓言 Q彈所周知 我们是五十分钟掌握全球